测评视频的 我就是刚巧拿了几只 我不用的 我们老虎系列的宠物 然后就那么一盒 就那么一变异 它就可溜了 那没有办法呀 我只能去买了60个石头 把它升到了2阶 给大家做个测评视频 这个缘分到了 这谁也拦不住 对吧 这里先把老牌神宠6阶酷狗 拿出来看看伤害 平均是一下是200左右的伤害 然后神龙百尾 可能是有300多一点的伤害 打死一个穿着瓦雷亚装备的人 大概需要4下 触发神龙百尾只需要3下 接下来介绍一下白虎的技能 白虎的一阶段技能 类似于狼人的三连击 就是每次伤害降低 但是可以连续打3下 并附带一个掉血流血效果 二技能就是增加攻速和移速 并可以有几率附带上 一个可以叠加的伤害 当时我看到他的技能介绍 以为白虎是和紫符龙是一样的 靠高攻速叠加流血效果 去打一个持久性伤害 后来我发现错的离谱 你看见了吗 这是一个二阶 65级 还不是蛮资质的白虎 他打伤害的速度远超于 远超过一个六阶的极品库狗 而且你看见他这个一阶段技能的出发概率是非常的高 基本上两下就可以出发一次 但很奇怪的就是 白虎的两个技能都是附带流血效果的 而且是可以叠加的 按理来说 他应该是这个流血效果是占了有一部分比例的伤害的 但是在实战里面 你可以看到他只附带一次只掉两到三连血 而且他是也没有看到叠加的更高是怎么样的 所以说就很奇怪 是不知道是更新的bug还是本来就是这样 不过有 感谢观看